消防勤务车招撞 南投松柏林消防分队 有一名小队长 昨天下午从办公室出来 帮同事挪车 才上车不到几秒钟 就被一辆箱形车迎面的撞上 还撞断了一根电线杆 索性没人受伤 原来是一名富人 开车精神不济而酿货 这也让打火弟兄 吓出了一身冷海 我开始要启动 消防局门口前一名分队小队长 才刚坐上消防勤务车 要帮同事挪车 短短过不到几秒 就被一辆箱形车迎面撞上 强大撞击力道 导致箱形车左前轮瞬间毁损 车头凹陷 还撞断一根电线杆 消防车后车斗上的物品 也掉落一地 你的同仁都出来了 听闻巨大声响 其他同仁也统统冲了出来 上前关心 事发在6号下午 南投松柏林消防分队前 一辆勤务车 走一辆箱形车撞上 驾驶的夫人表示 因为打瞌睡 精神不济才酿货 这么一撞 也让这名小队长吓了一大跳 吓了一跳 因为蛮意外的 因为车子刚起步而已 然后就 迎面撞过来 那以前分队有发生过 类似的事情吗 没有 第一次 这种事后 夫人不断向消防人员道歉 昨天整起事故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双方也没有酒驾 不过头一回 在自家消防局门口被撞 也让大家保受惊吓 记得曾若晨那样报道 十二小时 扶持人员道歉 和 ,